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北约军演的次数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根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 北约2024年将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坚定捍卫者军演 军演将在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境内举行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智库创始人奥贝里表示 北约的频繁军演是对俄乌冲突的煽风点火 北约正是欧洲和世界处于自1945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北约近期在欧洲密集举行军演 尤其是在北欧和波罗的海附近进行的军演 涵盖了海陆空以及无人机的演练 频频向俄罗斯秀肌肉 奥贝里指出 北约的军事演习充斥着大量的挑衅行为 这是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奥贝里表示 北约一直在武装自己 并不断创造新的威胁 军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俄乌冲突和全球军备竞赛升级 自俄乌冲突以来 北约的国防开支激增 欧洲目前在面对通货膨胀的同时 还在加大国防开支 这对于欧洲的经济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会让它不可能 the cost of all this will be.